乌克兰转账的发动机,包括第18体,影响中国交付尖教师高级教练机所用的发动机,乌克兰动力杀狂,马达西奇公司,遭到了美国专家的严厉批评。 去美国《华盛顿日报》,近日发表文章指出,中国在2016年,与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,签署了价值38亿美元的合同,为尖教师教练机,采购2代50台发动机。 到目前为止,乌克兰已向中国交付了20台,一位重量级的美国专家认为,乌克兰正在帮助中国军工业更快的发展,乌克兰一方面拿着美国拉税人的钱,另一方面还在美国海军背后捅刀子,使用AI-222的尖教导时造教机。 早前,中国曾向俄罗斯寻求转绕,或者帮助制造战机发动机,但是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,于是中国转向乌克兰。 没想到和宝梁格号航母一样,效果显著。 根据中午达成的协议,乌克兰允许在中国装派几种发动机,其中包括D136、MS500V和TV3-117VMA-FBMEV直升机用沃洲发动机, AIF-50S通用航空飞机发动机,D43-148FM和D18P高寒道B涡轮风扇发动机,D27对转涡轮螺旋桨发动机,以及AI-222系列军用喷气发动机。 特别是后者,将陪备在尖叫时高级教练机上,该机还被用于为航母培训舰载机飞行员。 计划向中国转让的发动机列表,从上面的转让发动机名单可以看出,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直升机和运输机的发动机,涉及战斗机的只有AI-222WASA发动机。 如果上述计划能够实现,那么,无疑将对中国研发大型军用直升机和再战略运输机,以及其他大飞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。 对此,不但俄罗斯不高兴,多次对乌克兰进行所谓专利在俄一方的质问,暗中还仅行或阻挠,而美国的行动则更直接。 一家著名的直货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要求,华盛顿应对基辅施加压力,以阻止乌克兰公司履行与中国旧公民发动机达成的协议,否则就停止经济援助。 日二十身上就有很多乌克兰的影子,而乌克兰多次对此进行了辩解,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在061UA网站上发表的中称,只有瞎子看不到俄罗斯生产上利益,得由水集团发起的震衣喧嚣,这些方法具有所有恶意竞争的特征。 2014年在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导致马达西奇公司,失去了俄罗斯传统销售市场,但如果向中国供应AI222发动机的合同中断后,中国还能在俄罗斯购买类似的马达,而且,放弃中国的销售市场,不会影响中国的战斗力。 但是会导致乌克兰航空业情况的恶化,不但这些发动机无法在乌制造,还会导致专家们从公司辞职,研发此类军用战机,暂时离不开乌克兰技术。 分析认为,目前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,除了军事装备和政治之外,还有每年多达2.5亿美元的援助。 再加上与俄罗斯交捂后,乌克兰不得不看美国的脸色形势,其国家美争的自主权被严重削弱,尤其是乌克兰向中国转让的发动机,只为尖端技术。 但即便是这样美俄也不想让中国得到,而如果上述技术中国无法如愿得到,那么将对中国的战机制造产生不小影响,从而让中国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方面, 失去一个重要力竹,由此来看,为了打压中国的战略崛起,美国真是费尽脑汁,可以说是个真小人的国家。 新平成光丸转于2018年8月19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